美空军高超声速导弹试射再次失败 已连续三次试射失败 美国空军对新型高超声速导弹AGM-183A进行了第三次试射 但已失败告终 据美国的Drive网站12月17日报道 美空军生命周期管理司令部的武器指挥部证实 12月15日 AGM-183A新型高超声速导弹试射失败 美国空军表示 尚未确定导致试验终止的原因 这是AGM-183A新型高超声速导弹遭遇的第三次试射失败 此前该弹在今年4月和7月试射中遭遇失败 在4月的试射中 测试的导弹未能完成发射程序 导弹未能离开在机 而7月进行的试射中 导弹安全从飞机上分离 但是发动机没有按计划点火 TheDrive网站刊文称 AGM-183A新型高超声速导弹 第三次试射失败会增加军种内部 以及美国军方和国会 对各种新型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缺乏进展的不满 AGM-183A是美国空军正在研制的一款助推 华翔高超声速导弹 最大射程超过900千米 配备常规弹头 可由B-52H B-1B等轰炸机携带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 蒂莫熙雷上将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将对部分B-1B枪骑兵轰炸机进行翻修和现代化升级 使其能够挂载和发射AGM-183A导弹 在正式进行试射之前 AGM-183A导弹在B-52H轰炸机上进行了多次挂载飞行试验 美国空军此前曾透露 AGM-183A将在2022年具备作战能力 连续试射失败或导致该导弹服役时间推迟